我們現在開始練空氣手牆 然後呢 我們三年後可以參加all-in啦 哈哈哈哈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早上看到有人在那個PET問啊 就說他看完all-in之後覺得很熱血 他想參加all-in的話 那30歲還有什麼來得及參加的運動比賽項目 然後大家回答說是空氣手槍 你練個四年就有機會拿冠軍拿金牌 真的還假的啦 空氣手槍是吧 開始買一把槍是第一步 買一把槍是嗎 欸講到空氣手槍又想到 讓我想到我之前也想要講的一件事情 什麼 那我題外話好了 就是稍微小小的帶到一下就好 我不是跟妳講之前我們的好友玉婷 不是邀請我去打那個嗎 我一直忘記問你後來發展是怎麼樣 為什麼後期那一端 到底是 哈哈哈哈 那個超奇怪的耶 跟大家跟聽到朋友就稍微簡單講一下 就是她也之前當過我們的大來賓的我們的那個玉婷小姐嘛 就是我跟她也還不錯啦 然後因為她 她現在北一女當老師嘛 所以跟我的辦公室很近 所以之前我就有約她吃中飯嘛 就比較有點catch up 然後她就後來有一次 因為剛好有一次我就婉拒 因為好像我太忙了還是什麼的 又有一次婉拒她的邀約 然後後來她就有一次在line上問我說 欸週末我們要不要我跟誰誰誰 跟我們另外一位好友季農先生 要去打那個叫什麼 就是打空氣手槍 哈哈哈哈 就跟妳講了吧 這已經是妳人生的一個伏筆了 欸那好 欸那邊還蠻精彩的耶 那我 那今天就要分上下集囉 就是 突然她就跟我說 那她就要問我要不要去 她我不知道她心裡是想要拉 拉一個分母還怎樣的 嗯 就是 她講有點過分 就是 她可能只是 禮貌性的問一下吧 嗯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因為我上一次婉拒她的邀約了嘛 我想說 還是 還是去參加一下好了 反正那一陣子 週末我很 就是還蠻閒的啊 我真的沒有想你會答應那一團欸 就是有點閒嘛 突然間覺得好像應該要出去走一走啊 因為好像待在家裡有點太長時間了 嗯 而且是沒嘗試過的嘛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啊 想去試試看 嗯 然後所以我就去了那一團 然後那一團 我就發現 就是只有我跟 我只認識黃玉平跟陳敬農 你知道嗎 那其他人是誰 其他人是那個誰啊 有另外一個也是附中的 他叫什麼啊 好像也是他們六幾班的 男生班的那一班的吧 然後英偉也很好的 你不是都跟他去同一團了 你不是因為他要記上嗎 我忘了名字嘛 我不會記名字的嘛 不要這樣逼我了 就是那一位校友 然後還有 季農的女友 然後 啊你終於看到啦 嗯 我看到季農的女友了 他還不錯啊 人也很好 嗯 然後 還有一位應該也是附中的朋友 但是 我太清楚他到底是跟誰比較熟 所以終於到尾你也報得 他是哪來的是不是 對 對不起 但我真的不知道 他應該不會聽到這一集 他應該不會 我會覺得 好反正就是他們認識 他的朋友圈啊 你懂我意思啊 就是季農的朋友圈 嗯 然後就是 這很久也很煩 然後我 我一出捷運站 找到他們的時候 他就說 哦 你怎麼會來 嗯 看 我想說 傻意思啊 怎樣 你怎麼會來 不訴之客 不訴之客是吧 靠 我想說傻意思啊 意料到 就跟你講的一樣 就是沒有意料到 我會參加 想要參加這種活動啦 嗯 我就想說 其實我自己也沒有意料到 我會想參加這種活動啊 直接 大聲回去 對啊 我就只是想說 今天有點心血啦 一朝 you know 想說 一個人生的新體驗 我覺得 我當了yes man以後 我可以認識 Zoe的chanel之類的 哈哈 那我想你是吃人說夢了 抱持這樣的心啦 嗯 我們就去打了嘛 然後他 你知道空氣所僵是在幹嘛嗎 他就像打氣彈一樣 只是他是室內的 然後他沒有 你子彈打出去 你沒有顏色 那怎麼知道被打到 因為你會痛啊 所以我只能說 那我就假裝不痛 就是我可以繼續玩是不是 呃可以啊 就是 誠信原則啦 哦 對對對 對你等一下你就可以飛到這樣 那你就一開始就說我被打到啦 沒有人開槍 就自己 破破的 也得很痛 你去玩了 你就是你花了錢 你當然就是要 就是要活到最後啊 對啊 而且重點是 我跟你講 為什麼不會有人 就是打到以後 會假裝沒事 是繼續待在上面 因為你真的很痛 啊 因為你會打到以後 你會 你如果 你如果不趕快 說你被打到的話 那個開槍射你的人 就會一直瘋狂 開槍射你 你就會連續中彈 你知道嗎 所以 你 你沒有辦法 你一定會趕快說 舉手 哦 我被打到了 你真的打到我了 我走了 我走了 你不要再開槍打我 所以我跟你講 應該是因為這樣 所以比較沒有那種 你知道就是 為了玩 繼續待在場上 這個問題 反正重點是 我覺得 這也是個 很離奇的旅程 一開始 我跟黃玉婷 都算是菜鳥嘛 嗯 我們比較菜嘛 然後我們也是 都是用那個場地 那邊的 提供的 一般 最一般的那種手槍啊 然後我們就 傻傻的 就拿到東西 然後就準備要玩啊 因為它場地 蠻大的 所以如果 它一次只開放 我們這小小的 幾個人 五六 六七個人進去 很浪費 嗯 對 所以它都是集結了 一批人以後 嗯 然後 人都準備好了 它再開放一起進場 然後可以 可能會粗略的 分成兩邊這樣子 所以你們全部都是 on the same team嗎 是 因為 我跟你講 第一場最離奇 我們一起玩的人 是on the same team 沒錯 但是你知道 跟我們對戰 是什麼樣的人嗎 八加九 你要看到 他們拿著 八加九就算 他們都是拿那種 非常專業那種 很像步槍一樣的東西 你知道嗎 還有那種雷射光點的 然後還有那種護目鏡 還有那種 前面還有好幾個口袋 然後還有補充彈藥那種東西 還有迷彩妝 然後那種 專業玩家 專業玩家 那種專業頭盔 一票人都是這樣喔 它Metra一票都是專業玩家喔 然後對上我們 幾個 看起來就是 幾個 視線模糊 然後拿著最爛的那種手槍 然後有點東南西北 都搞不清楚的 然後我們女生 就是當炮灰 當炮灰 然後他說 我們第一場 才剛開始來 就要對戰這樣的人嗎 你的工作人員 有沒有安排錯誤 他們也沒有別 他可以選了吧 有 後面 他可以 他可以把我們帶到 另外一個比較小的場 就讓我們 自己內部玩嘛 你懂意思嗎 就是我們自己內部 就分成 就是三個 對四個 或者是就是這樣分嘛 不要跟別人 所以你們也沒有說 啊我們先自己玩這樣子 就沒有啊 一開始他就說 會幫我們找人 我們想說沒差啊 就試試看啊 誰知道找得那麼專業的啊 開賽喔 他會先廣 就是 是麥克風嗎 反正他就會有一個 工作人員大喊說 現在倒數喔 開始 3 2 1 然後就要開始槍戰了嘛 你知道嗎 我 生平中第一次體會到 什麼叫做槍鈴彈 然後大家就開始 瘋狂掃射是不是 他就開始瘋狂 不是我們 是對面 開始瘋狂掃射我們 你知道嗎 然後你知道他那個聲音 他那個聲音跟真槍的聲音 非常像喔 嗯 他的發出來的那個子彈的那個 他的重 他甚至槍的重量 是跟真槍很接近的那種 嗯 所以他的聲音跟真槍也很像 所以你就真的體驗一個戰爭的狀態是不是 我現在在 我現在在誤入什麼戰爭片還是動作片的現場啊 嗯 就是整個就是你知道 就開始 然後你知道他們 他們很過分 我不是說他們有些是有雷射點的嗎 就是你看到 直接鎖定你弄 有人打下去嗎 對 哈哈哈哈 就這樣來回這樣 來回打 我就說我是誰 我在打 場地中間是比較 掩護的東西比較少 然後兩邊 頭跟尾 就是他有做一些遮蔽物 就有一些道具啦 譬如說有個什麼便利商店廢棄的場景 做一些什麼店面啊桌椅啊那些的 然後另外一頭是什麼 車站出口 然後是廢棄的車站這樣 就會有一些遮蔽物啦 所以如果你沒有要一馬當先的往前衝的朋友們 你可以就待在後方 嗯 等著你前面的隊友都被殺光了以後 你再慢慢乖乖的 就是你知道 撐手頭像出來也可以 對 我那時候還想說不行 你還有想要堅持是不是 我還想要堅持 但我一開賽開始 噔噔噔噔噔噔 開始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謝謝 我還是當個弱女子好了 就第一次體會到 什麼叫做為什麼要 怎麼講就是那種什麼救命之恩 為什麼會當下 為什麼那個 你知道偶像劇演那種情境 就是為什麼在 槍鈴彈以後你會愛上某個人 當時我就想說 那你有愛上誰了嗎 誰可以在這個 對 你管誰要拯救你 不要跟我講是吻祺喔 不行 不行 是吻祺 吻祺又沒有去 吻祺的朋友 是不是 沒有是吻祺 對啊 我想說什麼 什麼回事啊 我會因為這樣 就你知道那個吊橋效應 我就會愛上誰嗎 嗯 我想說 整天啊 你還有心思想這些事啊你 就很慌亂 你知道真的 很像真的在真的打仗你懂我意思嗎 嗯 就是你只要稍微冒出一個 就是你稍微離開那個遮蔽物 稍微頭一樣冒出去 你就會馬上感覺到砰的一聲 就是好像子彈擦過你的頭髮尖 這樣打過去 就是意思說你只要一冒出頭 你就會被打 所以再一次證明動作片裡面那種英雄 怎麼樣都不會被打到 這絕對是騙人的 因為怎麼樣都會至少人家瞄瞄出 你被榴彈都有可能會打到 你知道嗎 完全不可能不中彈 除非你躲在那個地方都不動 然後就於是乎 第一場就在莫名其妙的情況下 就結束了 你們贏了嗎 我就一直躲在後方啊 當然輸啊 我就一直躲在後方 然後前面男生死光以後 我好像就莫名其妙的 就冒出一個頭 然後就被打到 我就死了 你知道第一場 我連開槍的機會都沒有 就掛了嗎 那你不能先引誕自禁這樣 所以上演另外一齣戲嗎 是演悲壯是不是 解決別輸 還不錯吧 當下的情況有點混亂 來不及內心戲 還沒有辦法有這麼多的 培養 沒辦法培養到那個地方 對對對對 還沒有那麼入戲 情緒還沒到位就結束了 反正就是這樣 第一場就很荒妙當中結束了這樣 我那時候覺得 What the fuck 到底是在幹嘛 休息一下進廣告吧 本節目由 恰恰 風雨 Shawn Emma寶貝 Lina Chen 支持香港的Yellow 雪茄小裸妹 士林熊仔 新竹的小野 新加坡的Raison 冠儀 新加坡的小靖 雷可碧 Cooper 以上熱情的 惠人王小姐們 贊助播出 最近就是因為疫情啊 就一直狂戴口罩啊 就覺得臉整個就很悶耶 然後悶就算 然後就快窒息也就算 就是現在下巴就開始冒出很多痘痘啊 就是後來我就去找了一些 就是看看有沒有什麼補救的方法 就發現一個全新的產品哦 就是衣服美出品的雷射光精華液 這就很厲害哦 就是我用完以後啊 它不但有抗痘的功能 然後還有美白的效果 哦 所以它就是 也打中你原本想要那個美白的心 是不是 沒錯 就是它用完以後你會覺得 因為我不講嘛 就是下巴開始冒出很多痘痘啊 然後好像說通常這種 就是可能你擦 你讓它自己恢復的話 可能大概一兩週才會好 如果你就擦它的話 你可能四五天就會感覺到 它的就是開始閉口了 就是它整個痘痘就開始縮起來 哦 就加速那個時程 對 壓速那個時程 然後你會覺得 哎 就覺得今天比如說 好像起來啊或什麼的 就覺得 哎 好像 膚色就比較有亮的感覺 你就會有感覺到它真的有 就是讓你整個人 就是有提亮 所以我下次見到你 你就會認不出我了 哦 容光煥發 對 真的是 就容光煥發這個詞 第一次覺得它用的非常的貼切 哦 所以你剛說那個 就是衣服美出品的雷射光精華液 所以推薦大家 如果你很需要這個方面的 尤其是現在 對 大家 抗痘 抗痘很重要 大家現在都戴口罩多多少少 難免長一些痘痘 真的 好東西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 我是楊世宏 Me the young 你現在收聽的是 最青春最歡樂的podcast 小花瓶和小布的 青春愛消錢 可是後來我覺得 還蠻好玩的耶 我們後來就自己玩了嘛 因為發現他們那一隊好恐怖喔 然後後來我們就自己 自己跟自己玩了 所以男生也退縮是不是 男生 男生也退縮 他們 專業都爆耶 我以為 技能會那個啊 不屈不撓啊 他就是 馬上出去就被炮灰掉 那一種好不好 怎麼這樣講人家 撈人家的鬼 好啦 開玩笑啦 他有那一份運動家精神 我想 阿周你們還不是自己玩 沒有沒有 自己玩了一陣之後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有開槍的機會了 you know 就是 比較好這樣子 有一次我還很 對不起那個技能女友 怎麼樣 你做了什麼事 第一次見面 因為 因為 我以為他還沒有死 其實他已經死了 他只是正準備從場上離開 你還打他 我還補他槍 哈哈哈哈 我怎麼這麼過分 我真的很抱歉 但你 你知道有多混亂嗎 你懂嗎 就是你根本分不清 他到底是死還是沒死啊 你沒有開槍社隊友 應該就不錯了吧 這也是 你有時候分不清誰是你隊友 你知道嗎 眼鏡也戴著 頭盔也戴著 然後戴衣服也都差不多 你根本也有點 其實分不出誰是誰耶 就自己玩了一陣就比較熟悉狀況以後 我跟你講 我最後在前面想過 我那天我覺得是我就是 雖然是什麼人生成就解鎖嗎 我覺得超好笑 後來有一次就是 那個工作人員問我們說 那我們要不要再去換到大場地 跟其他人打 但是他說不要怕 我們不會是 我們自己一隊跟專業的打 會打散 就是我們這隊也會有些專業人員 然後那一對方專業人員 也會有一些其他的 實力比較平均 對對對 實力平均 比較平均一點的 就打散的這樣玩 我們想說 好啦沒差啦 反正都來了嘛 大場地還是 花錢一樣 還是要用一下啊 歐巴掌心態 歐巴掌心態 就來啊來啊 沒關係嘛 大家好玩嘛 那一次我就很機敏 我就你知道 根據前面幾次的實戰經驗 我就比較聰明了 我就會躲在一個 還不錯的地方 算是一個 人家從對面過來的一個 算是視線的死角 就躲在一個遮蔽物的後面 他如果直接從對面過來的話 是看不太見我的 嗯 我就躲在那裡 然後就看等站 等站況差不多的時候 我可以再你知道 出來 簡陋一下 看站況發生到什麼情況 讓我在慢慢冒出頭 投機份子 不要當 對 不要當出頭鳥 對 好 那我們就看站況 好像已經差不多 有點明朗化囉 好像 對面的人已經 要過來囉 要攻過來囉 然後 那時候我就想說 好 我就看準時機 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嗎 就有一個就是那種 全身 裝備非常專業那一種 嗯 攻進來囉 然後技能就跟他正面對決 哦呦 然後正面對決就是 他他就開了一槍 技能也開了一槍 然後技能就死了 你知道嗎 嗯 然後他就覺得 好 這一區已經clear掉了 他覺得這一區就只有 技能藏在那邊 嗯 就沒人了 嗯 然後這時候 我覺得很英勇的 冒出來 打他了一個 措手不及 哇 完美 這無解 已經弄成交易點 很好 你這個音樂選得非常好 然後 最後一次你可以 因為我當下可以感受到 他雖然沒有把面罩拿下來 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錯愕 就是你懂嗎 他這麼專業 怎麼會背一個這種 你知道 菜雞 菜鳥 菜雞 打死了 你知道那種 情喝儀看家錯愕感 嗯 就是他整個 一種羞辱 人生莫大的羞辱 對 對 他的 unbelievable 就打在他的 你知道 頭上 嗯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說 就是有點抱歉 但又覺得還蠻爽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我想說 你就是要看清楚啊 就是 人生如戰場 你不能有一絲鬆懈 你怎麼可以以為那邊沒有人了呢 你是你自己沒有看到 你沒有看到那邊 哈哈哈 拽起來 他拽了你知道嗎 然後我覺得他 他很那個喔 那個人他走心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第二場 我們要準備進場的時候 嗯 他還特別 就是剛好我們定牌就要走進去嘛 鎖定你 不是他還跟我講說 你下次要瞄準喔 你要打在那個就是 剛好有那個護墊的地方啦 你不要打到是護墊之上 就是他沒有防護到 你到底打人家哪裡啦 就是 胸 胸口這一塊啊 就是 胸口這一塊 所以他說 你打到他其他地方是不是 沒有 他說 他說打到剛好是 譬如說胸口的防護直到這裡 嗯 然後我剛好打到他的 防護的上面 嗯 脖子下這邊 嗯 他說 他說你要打防護墊 你弄碰人家的啦 嗯 對啊 我想說 大哥 我槍法是有這麼準喔 哈哈哈 你以為 我想描哪 就可以打哪嗎 大哥 我能打中你 都是一個奇蹟了好嗎 嗯 你還想我能瞄準哪裡 嗯 我覺得 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你知道 我覺得他有點就是 hold a grudge你知道 在這件事情上面 嗯 只想來跟我你知道 敲打敲打敲打我 嗯 沒有 一個小菜你還可以被這樣敲打 我也是你知道 達成人生成就了嗎 哈哈哈 哦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那天玩下來我覺得還 還算愉快耶 哇 我會 我會願意再去耶 哈哈哈 真是沒有想到 就跟你講吧 你看你人生成就解除了之後 你人生直牙 有一條新的方向 對啊 所以我要去打空氣槍了嗎 我要當政見妹了嗎 政見妹 哈哈哈 三年後你就要為國爭光了耶 哈哈哈 你知道我近視有多深嗎 我十公尺以外 我根本連那個把在哪 我都看不見了吧 你要我打哪 那你先去雷射嗎 真的覺得太好笑了 還就跟我講說要瞄準哪裡 我就是覺得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 我只是藏到一個好位子 才僥幸打中你的好嗎 沒有啊他就先嚇到啦 會打到他的一定表示是 這個各種好手對不對 對 他這樣把你當作 對對對 他把我當作他的對手 沒錯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要不要來啊 我們下次約一團啊 哈哈哈 你可以演一段特務J 那我要先去那個啊 西門町的青龍借衣服 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甚至我跟你講你也不要入場 你知道那邊的老闆娘多可愛嗎 怎麼樣 他不知道是想要照顧女生還是怎麼樣的 嗯 他特別把我們幾個女生 嗯 叫過去那個場地 我不是說他那邊有很多一些那種 遮蔽物啊 很像那種戰爭場景的道具啊 嗯 他就叫我們站在那邊擺拍耶 哇哦 可以當網美嗎 超網美的耶 他還自動自發 跟我說現在沒有比賽嘛 我們來進去拍一下照片嘛 嗯 就叫我們幾個女生去擺拍耶 哇 我說老闆娘怎麼這麼貼心 哈哈哈 你真的很知道要怎麼樣吸引我耶 幹嘛 哈哈哈 只是為了網美 只是 只是為了網美啊 你就去擺拍一下 你也不用進來玩 我知道你可能就是 沒有辦法 你不用進來玩 你就是擺拍一下就可以了 嗯 然後你在你看 你直接教我網站上去 可以多一個興趣啊有沒有 哈哈哈 可是萬一這樣子然後我 因此交到一個很暴力的怎麼辦 這有點危險耶 哈哈 他在床上你可以拿槍對著我 還要演一些什麼戲嗎 哈哈哈 SM嗎 哈哈哈 那就SM 打蛇誰棍上 不會 我覺得 還有一點我覺得 就是一起玩的那些 專業人士也好 就是其他男生也好 我覺得他們都還感覺蠻 怎麼講 蠻 紳士 就還不錯耶都 就還蠻帥的 有帥的嗎 我跟你講 戴的面罩根本看不出來 誰帥我跟你說 就全部都戴的面罩 根本看不出來 你只能說他們的動作都 他們的動作有幾個都很帥喔 就是 你會覺得 也然覺得 他們自己在拍動作片 你知道嗎 還要給我在那邊 你知道 就是你要側臂的事啊 過來啊 然後匍匐前進 也沒有匍匐就 蹲下來前進啊 你知道就差沒有錢滾翻了你知道嗎 就把那個Ethan Hunt的那個畫面都用上了是不是 對沒錯 我想說 是 你也太 那個 嗯 是 在裝逼嗎 哈哈 人家就打這個就是為了要裝逼 不然為什麼 還被這個菜機給破壞你看看 哈哈哈哈 對啊好抱歉喔 他是不是有跟他約會對象一起來啊 對啊 這樣是不是 我換人家一樁姻緣欸 哈哈哈哈 你給我爽到不行欸 你別 爽爆啊 我可以賠給你啊 哈哈 你尊重一下人家的意見好不好 哈哈 欸他還在我搭話咧 我還不知道他是誰欸 他還在我搭話咧 對啊 所以人家覺得哇第一次找到我的敵手了 對啊 好浪漫還緊急 立場擊中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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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場打在我心上 立場打在我心上 在我心上 用力的開腳 她說 She caught me off guard 哈哈 她 caught me off guard 可能就很好笑啊 很棒很棒 所以 Cass out 我覺得可以約啊 對啊 嗯 你就擺拍嘛 來嘛 很好帥喔 哈哈 你在青龍再揪一團還要邀你啊 我們可不可以先從初階開始 等會先借到青龍的衣服之後 再考慮好不好 哈哈哈 你真的是 你要踏出舒適圈我跟你說 今年的新計畫 踏出舒適圈 我想先加入體操隊 哈哈哈 你會哪一項 你只會彩帶吧 你還會哪一項啊 對 所以我應該會先以體操為目標 好好的來 希望可以加入那次體操隊 嗯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種 你年紀應該不行了吧 我可以當那個 他沒有球精對不對 吉祥舞 吉祥舞 對啊 之類的啊 好啦好啦 那所以我們第一個階段的 與王小姐談心 就到這個地方結束囉 那我們還是來聽一首歌 這首歌曲是來自於Riverburn的 Trouble with Love 那聽完這首歌曲之後呢 你也不要忘記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做什麼事情 按讚訂閱分享 Youtuber要的 我們Podcaster一定要有 對不對 尤其我們這邊 你知道Podcaster 不能留言 沒有收入 Youtuber還可以直接廣告收入賺一賺 沒有實在是太辛苦嘿 自己講一講 有點悲傷 好沒有啦 邀請大家趕快用實際的行動 來去幫助我們的節目獲得成功 對不對 好你可以到我們的臉書 或者是Instagram 搜尋青春愛消遣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節目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字幕作為台湖 《� Onu見譜警》 字幕提供的學會 製作曲 字幕提供 《 According to our channe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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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